1999年7月20日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 直到现在 这场迫害还在持续 近日 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举行游行 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真相 我们来看当地时间下午 台北街头游行的现场状况 好 可以看到在北市府前的市民广场 现在聚集了一群法轮功学员 因为1999年7月20日开始 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 那么这场迫害长达了19年 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 所以他们今天希望透过这场游行 来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身为法轮功的学员 我们有这个义务去告知 就是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 在大陆是真的没办法像我们台湾 可以这样子很自由地学习法轮功 对 所以对大陆人民 他们真的是一种不公平 修炼法轮功之后 我的心性修改很多 然后我现在烟酒都不沾 那么今天有将近2000位法轮功学员 来参加游行 由天国乐团打头正在师仙女队 还有练功队伍 那么也可以看到 不少法轮功学员手上拿着横幅 上面写着 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以及停止活摘器官等标语 那么有不少台湾民众 以及外国游客都驻足观赏 实际上有很好的照片 每个国家的侵犯人都不合适 感到就会平和 给人家的思考模式是很棒的 对人类是很有注意的 看起来是很平和 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支持跟肯定 那就是加油了 而周六下午的游行 新唐人亚太台官方脸书也同步直播 吸引不少国内外粉丝 甚至是大陆网友留言观看 有网友回复了 正义支持世界需要真善人 以上是新唐人亚太电视 成为魔罩情绪在台湾台北的采访报导